新北市动宝处巡回山区施打狂犬病疫苗 在今天来到双溪区牡丹里和平林里 替民众的毛小孩进行施打服务 还可以免费植入晶片 今天就有许多士组带着自己的爱猫爱狗前来 整个过程很顺利 动宝处也表示未来还会前往各里进驻住点服务 请民众多加把握 近日在双溪牡丹社区活动中心来了好多毛小孩 因为新北市政府动宝处在这里进行狂犬病疫苗施打服务 虽然不是免费的 但还是有许多民众为了毛小孩的健康特地前来施打 这个狂犬病疫苗是人畜共同传染病 那我们如果狗狗接受了预防注射以后 它就会有免疫力 它的免疫的期限是一年 它只要一年打一次就好了 它就可以避免到这个狂犬病的一个侵犯 民众说可以究竟施打狂犬病疫苗 一剂疫苗需花费110元 不过现场还能免费植入晶片 很多民众的宠物尚未植入晶片的 也都趁这次机会 由受益师植入晶片 也让毛宝贝多了一份保障 公所有记忆单子来 对 所以每年都会帮你 对都会帮宠物打 那今天带几只 带五只吗 一只狗来 那这个就是这个狂犬病疫苗下降 你们就可以不用到 对不用到基隆去了 在这边就可以比较方便 那我们今天预防注射的成绩是 总共注射了狗29只 还有一些那个总部登记 总共有10只 东宝处受益师表示 狂犬病是人畜可互相传染的疾病 因此每年东宝处也会进行 狂犬病疫苗施打服务 每一次施打药效是一年 所以呼吁四组要定期 为毛小孩施打疫苗 借成为双西采访报道